大家好 我是Panda 老餅熊貓 歡迎收看Panda 隨便玩 今次玩的是FIVA 2 3 最新一代的FIVA 我不是買了一隻遊戲的 是因為有XBOX GAME PASS 所以包含了EA的GAME PASS 所以就可以試玩10個小時 叫做試玩 但其實都是一隻完整的遊戲來的 新一代FIVA 都是剛剛開始玩 會踢一場阿仙奴對熱刺 剛剛今天也是真實情況下的 北倫敦打給阿仙奴主場會對熱刺 我們以前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很喜歡有球踢的時候 或者世界搬上的時候 去同學家看球 會開場前 或者看完那場球之後 就立刻用回球隊 用回陣容 去再踢那場球 不知重溫 看看可不可以改變歷史 或者那場球有哪個球員表現得特別好 就想用那個球員 做一些類似的東西 我玩這場比賽 就會在真實那場比賽之前 所以就 不可以猜到他是不是出這些陣容 這個都算是阿仙奴今季暫時 最常用 比較 全隊上陣的時候 的陣容 我是支持阿仙奴的 所以會比較熟一些 熱刺方面 就 不知道了 那這一代FIVA 我玩了大概三幾個小時 由於這個遊戲這個階段 好像還是技術比較不穩定 所以之前其實有錄的 我現在都不是即場龐白的 是錄了之後看回 所以 其實我知道賽果的了 但是因為之前嘗試過幾次想錄 都彈遊戲啊 這樣那樣啊 或者踢得不好啊 有時候贏了 但是都是踢得比較不好看 所以就 沒有用到 所以 之前這次我就 專心玩了他先 免得 好鬼投入 錄到一半 講到一半 他又彈遊戲 又搞到用不到 好鬼浪費 FIVA一向 相比起 Winning呢 近十年左右 都是 因為有些訊息 有些什麼 如果你想 免煩 不用下載一些 特別的option file 去改一些人名 那 可以玩FIVA 但是 Gameplay方面 都是 FIVA會被人覺得 是比較Archety 一些 快速啊 有時候好像乒乓球 彈來彈去啊 就 沒有那麼 真的 像真 這代的FIVA 其實就比之前 更加 感覺是 節奏慢了 那些人 那些重量感 好了 但是我覺得 他們的animation 有時候都是有點怪怪的 那些人都是有少少 滲滲滲滲滲 那樣 沒有辦法了 近這幾年的Winning 那些 出些game都 挺奇怪的 比較 又有些免費game 啊 課金game 那樣那樣 那樣 還有 免煩的情況下 都是 FIVA簡單一點 連線 各樣都會好一點 那來講回 長波 這次都算好 混了進去 天氣啊 時間啊 不會有些好 煙漾式啊 之類的 也不是下雨 那邊有個攻勢 右路 我們現在拿完 那波之後 被人撞掉了 可惜 以設來的反擊 中路呢 人馬乏乏乏都給到上去 Harrie King 但是中場呢 被啊 Shaka搶回 那波 Martinelli 拿著去不到 加上一點 給Party 轉過來 Shaka這邊上去了 但是三個招呼之下 被人逼得了 Party拿回 可惜又被人搶回 那由於我 現在看球呢 都是看一些 看一些 英文龐白那些多 那所以我就 不太熟悉那些中文人名的 沒辦法 沒辦法 阿西亞這邊搶回 那波之後呢 一路轉到最左 最左邊這邊呢 搞不定之後 回到後一點 嘩 在這個中圈位 好在 Shaka仍然保護到 那波 被人落腳飛鏟的了 可惜 Ben White呢 這裏 想轉回 左手邊的時候 又斷籃 以設離反擊的情況下 去中場 左手邊 增加後 這個叫Ben Ben Tecua 不是很懂的球員 開邊 交上前面 Kane SON 一野交上前面的時候 可惜 隊友未走位 走得到 又輪到 阿仙奴 中後場拿回球 Shaka分過來 右路 他有一個球員 叫Shaka Shaka 叫Shaka 兩個名字 有時候有些 容易混鬧的 阿仙奴 在錦區頂 拿到的球 可惜又被人打荷包 二次的 左後衛 這裡 再組織回攻勢 傾大波上來 SON 再交過去 一路轉回去 右手邊 右閘的 Emerson Royale 這好像叫做 阿仙奴 守得住 這邊有個熱刺 右路的球 交回進來之後 在右邊彈幾下 去不去到呢 在禁區角度 Harry King被人炒到 整個飛起之下 而設到佛球 左腳 假的 推橫少少 SON 再來一個軟射 彈到人之後 再彈出來 看不清楚哪個球員 不然再來個軟射 不過Ramsdale 就橫身撲出 二次左路的 短角球交出來 Ben Way一個 打兩個的情況下 兩下 總算就 搶回控球拳 阿仙奴 可不可以來個反擊呢 但二次都回到很快的情況下 就不去住了 加回後面 Gabriel Party 他人名寫Thomas 但是一般龐白 都應該會叫做Party Thomas Party 王法波 再在右路組織攻勢 Ben Way推個球上來 加上中間的 Botyker 交過去 右路的 Shucker 再一個短射 給到進去 空勢的情況下 可惜 呃 起腳太慢 被Loris封到 就好了 球隊回到進來 加上中路 Chucker Saka Jesuz一個過頭球給到Party 右路 吸停之後 一交交到他 按拘頂Chucker 來個遠射 在左腳手手 抖角的情況下 不夠力量 Loris 又是 撲出來 阿仙奴 左路的角球 由Martinani去到開 去到遠處的時候 Thomas Partey 一個頭腿輕輕一點 很危險 Loris雖然是 拍到一下 但也擋不到 阿仙奴領先 1比0 這遊戲中 角球 其實 我覺得 看別人網上 好像很必入 但我還未掌握到 這次也是 其實我搞了一段時間 才能打開球 因為 故意教了一些 戰術 衝到龍門附近 也打開球 比較高 比較遠 想不到 這個是我玩這一代的 第一個角球 我竟然 就是這場球的時候 錄到 Party 叫做一個頂住 兩個的情況下 首先 頂到那個球 不算頂得很有力 不算很有角度 但 總之 都入到了 二次重新 中圈再開的情況下 很快 就要右路 再來一個攻勢 你看到 防線都推得比較高 第二個後衛力都頗為compat 在中間 但二次仍然是中路去 還想來個遠射 省道人彈到右翼位的時候 裸下裸下 又下來中間 那邊球證給一個得益 這裡一個 傳到前面 不知有意無意後爭的情況下 Hurrikan來個遠射 Ramsdor救到 麥克勢 那邊反擊 又是很快 熱刺的人 這些球員 就已經退回中場線 所以唯有 快不到的情況下 又由右邊 插回來左邊 Chinch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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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出來 拿球 去不到的情況下 被熱刺搶回 第二次中路去 又斷籃 Chinchenko 再交過來 左邊 上去的時候 被對方 右閘的 右閘 右閘 Royal 搶回一波 好像叫Emerson 但其實他 多數會叫 而是又想在中路去的情況下 今天 阿仙奴暫時 中路的防守 都打得不錯 Boteka交到前面 可惜 Jesus去不到的情況下 在人脈搭搭的情況下 Saka再想去 想著 左腳上起角的時候 可惜已經 撞了一群人 那邊 這邊很快 撤離反擊 好在 雖然 Cinchenko被人推過了 Gabriel後來 夠大份的身位 一下子 砰回去 以此 有役球員 好快 半場就已經到了 阿仙奴暫時就領先 1比0 憑著一個角球 這些小的 我沒有看清楚了 唯一看到 Possession 那個控球率 都差不多 5050 好 下半場再開始之後 很快 阿仙奴的左路 就有個攻勢了 Jesus拿到球 看到Otaker走上前面 可惜給不到 但這邊交到上來 Cinchenko 第一時間 按回中間 有少許起到腳 但可惜 角度力度都不夠 刁鑽 而且47分鐘左右 就換人了 換了 左右閘 好像Saxion 和Emerson 都換了 是不是轉陣呢 我這裡看不到 這邊 阿仙奴的角球 Saxion 就能開得到 直接彎了出去 很遙遠 去到 對面角球 大概出界 變成了 球換球 球帶他 開出來 但中場 阿仙奴很快 接到 多舒適過 拿到球 中路交過來 給Otaker 再過來右邊 Martinelli看得定了 竟然出界 但是 這邊 不知道為什麼 阿仙奴會和Emerson 聊天 被人換了出去 Emerson 是不是說 你剛才看得不好 所以換你出來 但還要在這裡 教一下球 這樣 好了 再一次球換球 又是給阿仙奴 中場截到過來 Jaka交到過來 最左邊的Sanchenko 去不到 交回中間 找到條路 沒有交到過來 右翼的Saka 可惜 打到禁區 裡面的時候 太多人了 這邊很快 Jaka又搶球 Tchenko說去不到 交回最後 門將的Ramsdale 先了 想兩想 短短的 交給Gabriel 領先Jaka的情況下 不急 所以在後場 可以 給多幾腳球 先 Otaker 一下 給到最遠 右閘的 White 交到過來的情況下 Saka 兇了 但非常之不毒食的情況下 打算 真的猜到入龍門 想再交回的時候 被對方折到 但阿仙奴中場 又折回 Martin Ali 在禁區 拿球的情況下 想捉給隊友的情況下 又是 叫多對方的防守球員 這邊 熱刺有個 好好的反擊機會 兇了的情況下 推到入禁區 加上中間 再起腳的情況下 被阿仙奴的後衛 擋到出來 最後呢 是得到一個 左手邊的界球 60分鐘左右 熱刺 用最後一個換人名額 似乎是 換上 左翼 不是 換上右翼的 Kuruvaski 換了 忘記了誰進來 看不清楚 好好的 這邊阿仙奴中場 拿到一個 佛球 短短的 立即彈水 套 Tiger 猜到過來 Martin Ali 左路 給下去 有少少不到位 但是Schenchenko 交過來 Martin Ali在禁區邊 左扭右扭的情況下 都去不到 交出去禁區頂 一下 塞下去 被Jitsu射不到 好 但是在投趣 Party點滑的情況下 Zaka剛剛在中間 深火一控 再來半摩里 射回左下角 入球 組織反而沒有效 有些襯亂的情況下 Zaka來到個 十二碼點 再有深火一控 球不著地 在兩個人之間 左腳內蕩一硬 距離太近 再加上有兩位一次球員在前面 演變樣樣樣的情況下 Roriso反應不及了 剛才好像換了Lucas Mora出來 熱次應該是 好 再來 二次開球 左手變離了攻勢 Saund Ben White 成功 阻擋著他去路 大概來到七十分鐘左右 阿西羅這邊也換人 右閘方面 Ben White 退後火線 換Tomiya Su出來 另外這邊 左邊 左右兩閘 因為熱次很多攻勢 其實都是靠 左右翼衛推上來 所以 都換回兩個左右閘出來 好氣好力去頂住他 球短的開了出來 去回禁區頂這裡 勉強起腳的情況下 前面一堆人 射不中目標 阿西羅球換球 領先恩2比0 大概七十分鐘左右 也是不急了 開個短的 自己禁區頂還可以猜幾腳 後面換進來的Tianney 終於有機會 碰第一腳球 接著 Tomiya Su這邊 亦都 尼哥 直線 右路好邊位 Saka想推回中間的時候 做不到 經過Saka轉過來 Tianney 最左手邊 K角位想推入禁區 但被 對方的球員截了 來到差不多過了中場 Gabriel有個很漂亮的 飛身攔截 Rotica 想說再放一程 被Martinney 左邊走的情況下 被人截了 二次的反擊去到 左路 但是都未去不到 中場交回來 中間位附近 幾個短傳 差點彈到上去 但是被Saka後衛衝散的情況下 Ramstel搶回球 來個長傳 給Martinney 再點回 Rotica 但是可惜 被幾個球員圍著的情況下 去不到 後被人截回球 很快二次 來回反擊 右路的攻勢 去不到的情況下 撞幾撞 最後被Martinney搶回 Rotica中路 引球 推進 可惜被人撞掉了 好在把球 這時候再換人 本來我在猶豫 因為Rotica已經沒有氣 但是 換個進攻中場出來 Viera的防守能力 又不見得比他好 所以最後決定 不如換個好氣好力的前鋒 Katia 代替Jesuz 在前面 去到 跑一下 Jesuz 這場 就 不是有什麼特別的 表現 短短的差點 塞了這個 自由球 好了 右路比較空 Saka等著 Tom Yasu走位 可惜 結果都去不到的情況下 又是這樣說的 領先兩球 不跟你急 中圈 兩個中堅 你交 我交你 給幾腳球 去到前面 Tom Yasu在右路 來個撞場的情況下 尋到底 可惜 這個 傳中 就太過鐵門了 門前的 Otaker 都不可以接應到 到了85分鐘 二次的攻勢 中場自己引球 推進 去到右路 被Tianney加起來 Martinari 就成功阻止了 但是 最後 都是來回右路 Lucas Mora 傳到中間 想說不知道是想射還是想傳的情況下 被 阿森林後衛擋出來 阿森林的反擊 後面會進來的 Tom Yasu好像很力氣 追到上來 可惜 想說按在中間的時候 就被人截了 好了 發定時間90分鐘就夠了 二次的方面 都不見得說 有很特別加強這個節奏 來到這個時候才來的長球 但是 沒有用 完全沒有人知道什麼情況下 Ramsteel 擺定 慢慢開 保持三分鐘 Tianney想交上去給Martinari 的時候也被人截了 好 球證 長雞翔 比賽結束 先路主場 2比0 叫做穩勝而設 這場 也沒有說做出很多很入獄的攻勢 對 這個 小小的Fever 23的示範 這場不叫做踢得很好 有時候 我有一次不知道為什麼 是可以贏到4比0 不過 我覺得在Fever裡面 你如果可以領先了 就容易踢很多 有一場我就很快 輸了一球 然後追回一球 又輸一球 又輸一球 然後就 放棄了 那場 追得太慘了 落後球點都是難踢的 完場之後 可以來看一些Stats的 控球拳方面 都不是差很遠 53對47 大家都有7次攻門 傳送方面 163對132 由於 我是比較 控制戰局 所以那些 攔截 截擊 各樣都是 對方多些 完場之後 也不是叫做完場之後 比賽也有很多 這些Stats 一些數據可以看回 控球率 哪裏射過球 傳送 哪些位成功 防守又有一些 哪裏做過什麼 攔截 有興趣可以看回 但當你真的玩這遊戲的時候 你都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 很多時候這些就 未必會需要看太多 除了整隊的Stats 也有個人球員的一切記錄 今場的Man of the Match 最佳球員 就是Thomas Partey 當然 兩個頭鎚 一個入球 一個左攻 另外 Martinani的角球 一個左攻 第二球是Saka射入 所以他們都 7點幾分 Jakka都有8分 我們這場是兩個 中場中 就 踢得最好 都是可以說 控制戰局 我現在都是玩得很基本 沒有設定很複雜的 戰術 因為如果你要看真實阿仙奴 那些 當進攻的時候 很多時候 左右閘怎樣推前 然後 後面怎樣移位 變回 三個防守球員 之類的那些 就要靠一些 轉陣 還是什麼才能做到 相信 或者給一些 獨立球員的 給一些指示他們 但結果最後落到場 效果有多明顯 我都不知道 除了看Stats 我們當然可以看一些 Highlight 不過FIFA 那些Highlight 都蠻沽寒的 很多時候 除了一些入球 或者有時候 那些Full 反而會有 會記錄在這些Highlight裡面 這個是第一個 罰球之後 彈出來的軟射 算是 其中一個最危險的 攻勢來的 這次 很多其他 射不入那些公門 就完全沒有Highlight 比較慘重 更慘 比YouTube 看回球賽 那些 一兩分鐘的Highlight 值得一提 這一代FIFA 是有Crossplay的 即是說 不同平台上的玩家 可以連線玩的 但就限於同一個Generation 即是說 PS5 好像跟最新一代的Xbox 和PC 跟著PS4 和 舊一些的Xbox 即是他們兩個 只可以互相連線 這一腳就是 Martin Lally 那個柱邊出界 原來真的差很少 不過如果真實比賽中 浪費這樣的機會 就真的慘情了 這個就是第二個入球 好 兩個球員之間 射到球出來 接著就 下半場 就是說 對方球員 又是在兩個人之間 射球出來 可惜 效果就差很遠了 對了 只有幾個Highlight 好了 這次隨便玩到此為止 儘管看看一個多小時之後 這場北倫敦打比賽果 是不是 好像這場這樣 2比0 2比0我絕對收貨 我是Panda老闆和貓 多謝收看我們 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非常之一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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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